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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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在座的今天參加朋友 絕大多數都比我年輕 我今天應該分享裡面最老的一位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在座的各位同學 你們是否曾想像過自己十年、十五年之後 會是什麼樣的樣子 看一下你身邊的同學 看你左邊的同學、右邊的同學 看著他們的臉 到他們三十幾歲的時候 他們可能已經成家立業 他們可能有老的工作 在電子公司、在公務員 他們買了房子、結了婚 甚至連小朋友可能都已經要上小學了 當然有幾位貴賓可能年紀比較長一點 比我還更能講 但是如果這時候了你 選擇的是另外一條路 你選擇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追求一些自己在追求的目標 但是這時候了你 沒有房、沒有車、單身 你可能跟我一樣開始有點發胖 頭髮開始變少 但是你知道自己的成績 不管在世俗普認定的成功 或者你自己心目中的成功 都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的時候 這時候 你會怎麼看待當初自己的選擇 看我今天這樣裝扮 我是一位熱愛情的背包客 我在大概四個年紀的時候 我開始自助旅行 嚴格來說 我真正當背包客 是在我大學畢業 退伍之後 工作了一年的時間 在2014、2015的時候 我帶著對工作 對未來的迷惑 我離職了 申請了那時候 我剛剛開放的澳洲打工家簽證 那是一個不太一樣的年代 因為根本才剛開放 沒有任何人知道 打工夫家要去幹嘛 你沒有資訊 沒有攻略 沒有開壓文 體驗文 沒有所謂的懶人包 一步一步 都給你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走出來 而其實回頭再來看 這反而是我最最最慶幸的一件事 因為中間的每一個過程 都是你自己的決定 在這個時間點 我一個人 待著降低肥包 17公斤 跑到澳洲 待著地方待了 11個月的時間 那是一段充滿唯一的移程 到現在還有一些片段都還記得 在剛回來的那幾年 我會跟大家分享 澳洲有多美 然後哪些地方值得去 我做了什麼 兩不行的事情 我做了哪些工作 然後遇到哪些有趣的人 可是當旅行結束 五年 十年 甚至更久之後 你覺得一般的旅行 還會留下一些什麼 我在去年還回到澳洲 一趟做了十週年畢業旅行 而是澳洲打工家畢業的十週年 我覺得 還會讓我印象深刻的 其實都是那些在旅行中 所發生過的事情 所相遇過的人 還記得那一年 在澳洲 南部的一個葡萄園 一個小小的葡萄小鎮 我在那邊工作 那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城鎮 正常就是一間郵局 一家家郵站 幾家餐廳 幾家雜貨店 幾家雜貨店 最後就是他的全部 那是一個 每一個人都認識彼此的地方 而我在那裡工作的時候 遇到了一位澳洲當地的同事 他也是來自當地 在當地出生 長大 每天跟我娘在葡萄園裡面工作 中間空檔的時候 我跟他聊到 你是否曾想像過到 大都市工作 去生活 有更好的機會 跟更多的可能的未來 他告訴我他想過 他也試過 但是很快的 他發現他自己 不習慣那樣的生活 他還是喜歡他自己的家鄉 他最大的理想就是 全年前 會來三五年後 希望買一塊地 建立他自己的葡萄園 然後每個週末 可能開三個小時的車 進到大都市去 去看一場澳洲的足球賽 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那時候我在問自己說 如果從小到大跟他一樣 生長在這樣的地方 我會不會做同樣的選擇 我會不會過得比現在更幸福 我發現我沒有答案 旅行到了中段 我到澳洲中部大約興泉 一個沙漠中的小鎮 進入去那邊的旅客 全部都是要去看澳洲這塊大石頭 同樣在青年雨色的餐桌上 我遇到一位來自西班牙工程師 早餐的時候我們開始閒聊 一開始被報告都會聊說 你從哪裡來要去哪裡 他又告訴我說 他看了這個大石頭之後 他要飛去印度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 你要去印度好厲害喔 你打算去多久 為什麼想去印度 他告訴我說 我不知道耶 我只是覺得我好像屬於那個地方 所以或許我會留在那邊 一直留下去 我剛才的念頭是 那假如我腦袋壞掉了嗎 怎麼叫我好像屬於那裡 我就很納悶地問他說 哇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好過 那你的爸媽 你的親人 你的朋友 不會覺得你很奇怪嗎 當我很納悶地看著他的時候 他也很納悶地看著我 他回答我說 這不是我的人生嗎 我為什麼要在意別人怎麼看待我 他告訴我 他來自一個單親家庭 他媽媽把他扶養長大之後 他擔任了工程師 有一個不錯的工作跟收入 買了房錢媽媽 對他來說 這輩子所有該禁的 對別人的義務都已經禁完了 剩下的原生是他自己 所以他為了這樣的一個 好像屬於那裡的奇怪的理由 拋下了一切 去實踐他的自母 那時候我也在問我自己說 有沒有什麼事情 不管是現在或是未來 會讓我有這樣的動力跟決心 拋下一切 去實踐自母 我發現我還是沒有答案 在旅行的最後 我在澳洲北昆西蘭的一個叫 邦德伯德成真工作 那是一個財番街的小鎮 同樣的我又是住在青年旅社裡面 我們的私人房裡面有三個室友 兩個來自亞洲 另外一個是烏雞麻黑的 看起來就像非洲難民的人 我很討厭他 不是因為昆蟲出其事 而是因為他個人的生活習慣 真的非常的糟糕 他吃完的食物都不行 滿盤就直接丟著 然後身上也永遠 正發了一個奇怪的味道 然後讓房間裡面有一些 很奇怪的昆蟲出現 比如說我唯一一次看到 大隻的台灣蟑螂 就是在那邊看到 所以我完全不想要跟他講話 但是到後來有一天下大禮 農場休息 我另外兩個同事已經離開了 正像我跟他的時候 不得已不想花錢出去 所以開始聊天 聊了以後發現 他根本不是什麼非洲難 他從巴比亞沒有進來 那是一個澳洲北部 非常非常非常貧窮的國家 GDP大概全世界倒數 全實名的國家 他是政府 工費 留學 留職留心派出來的官員 在澳洲頂級的大學 念他的PhD 我剛才發現Shark是 為什麼一個優秀人才 把自己弄得這麼狼狽 他告訴我說 在出國以前他工作了一段時間 他知道他們國家的處境非常不好 而他完全不相信靠政府的力量 可以改變什麼 他覺得要改變這一切 一定要從最根本的 從商業的力量開始 所以如果出國這兩年 他有多少的薪資在他戶頭 等他回去的時候懂用 他如果在工作休假的時間 能夠去工作 能夠賺到多少錢 存到多少錢 帶回去的時候 他回國回語創業基金 第一年他要投資什麼樣的舊物 要買一家什麼樣的工業機具 來改善他們的效能 第二年想要開一個小小的碼頭 買一小竹筏 讓他們的村莊 不再受到中間上的剝削 第三年他要退展到周邊的村莊 第五年要做什麼 你知道當下 特別是你因為 你一往我們出去旅行的時候 你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那當下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強的 因為他大不了我幾歲 頂多的是我現在年紀重點 比我現在更小 他在擔心的是看過國家的未來 而我在擔心的是什麼 我今天晚餐要煮什麼 我存夠錢 以後要去哪裡玩 所以講到最後的時候 我跟他說 他跟我說 Thank you my frien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y dream 你跟他說 No it's not a dream It's a revolution 你真的用最腳踏實力的方式 在搞革命 我已經早就忘記他的名字 早就忘記他的長相 但到現在我還記得 一張黑漆漫漫的臉 鼻霜發亮的眼睛 在跟我述說 他對於未來的期望 他走的是一條 腦戰線狀的路 其實那條路非常辛苦 很慶幸的是 在歸過後的幾年 我也走長了一條三次的道路 旅行結束後 再放了旅行還是會結束 但是 因為南方對旅行的熱愛 是我到旅遊相關的展驗 去工作一段時間 之後我找了幾位夥伴 開創我們的一個網路平台 找了一個網路公司去實踐 我們對於旅行的想像 它是一個LBS的Social Network 我們希望用位置、時間、人跟資訊 這四個元素串聯起來的時候 去產生更多人跟人的交流跟互動 進入去產生一些可能的商業模式 跟營收來源 一開始想到這個Idea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Idea超棒的 好像全世界也沒有人想過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們參加資深會的競賽的時候 我還跟資深會的人說 哇!這麼好的Idea 會不會一公開就被人家抄走了 非常天真對不對 對!我就是這麼天真 因為真的當你走上那條路 開始實踐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任何一個好Idea 它要化成現實 都還有好長好長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當你真的開始做了以後 你會發現更多殘酷的限期在等著你 比如說 好幾個無數的晚上熬夜 趕工出來的一個新的功能 上線之後 你的user只是點點幾個花束 回你去不好用 從此再也不回來了 比如說 你想一大堆可能的商業模式 但是你發現這些商業模式 在你的網站還太小的時候 沒有一個商業模式可行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收到DV的廣告費 怎麼兩塊一美金 這是一個月的收入 我可以來幹嘛 比如說 講好邀請你們的夥伴 因為一直沒有做出成績 他們因為各種現實的因素 個人的因素 而不得不選擇離開 三家裡自己在過去分散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太多太多的現實 不單單只是你的理想 一個Idea 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在幫生日運作大概三年多之後 在我30歲之前 我給自己一個生日禮物 我親手把過去這幾年 花了最多時間 跟新的事情結束掉 你能想像一下那個 心境跟過程嗎 我告訴你 你不會想要知道 但是 也因為這樣 人才會成長 你會意識到 原來 世界並不是靠努力 就一定可以成功 靠熱情就一定可以改變世界 因為這些都只是敲門樁 都只是門檻 你會瞭解到 世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它一定有它的脈絡跟原因 你如果真的想要改變它 你一定得試著去瞭解它 任何現實 而不是放開那些創業者的迷思 就是我覺得我的Idea超棒 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 用最短大實力的方式 就是你才有辦法 對這個不完美的現狀 做一點點小小的改變 所以在結束之後 在呈現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有選擇放棄 因為我還是難忘 旅行找人跟人的相遇 跟連結這件事情 所以我換了一條路 我選擇 找另外一個方向 打造一個實體的場域 打造一間青年旅社 在這間青年旅社裡面 招待來自各地的旅人 讓我們對旅行的想像 在這個地方隱屈下去 那個時代其實並沒有任何 青年旅館的法規 也沒有半間青年旅館 合法拿到旅館執照的工作 你在網路上面 幾乎找不到任何資訊 再告訴你青年旅館要不開 所以你想像一下 一個年輕人 沒有父爸爸 沒有多少的背景 沒有多少的資源 你要坐一間旅館出來 會有多困難 我還記得我們最開始在看房子的時候 第一間看的房子在蹲在村民對面 一個豪宅 大概七個房間 他的窗台看出去就是成品的二樓 就是哇 氣氛很棒的地方 看的超喜歡的 想說要找消防 消防設備是來 在樓下畫來文件 房子都還沒看 他就告訴我說 郭先生這個房子不會過 然後跟我講 你這些法鬼什麼 住宅區什麼馬路不夠寬 什麼走廊多少 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所以之後 那一年班的時間 我們在台北看了超過三百間房子 不斷的重複這種希望 對未來場景 然後失望的過程 可能因為房東 可能因為房租 可能因為二鄰居 可能因為任何可能的因素 就把你的計畫給破壞掉 甚至你把計畫放到 TTT 這種所謂的 創業板上面去的時候 一堆酸輪胎也酸的體力關注 手畫者 那樣的過程其實就算在黑暗中摸索 一點一點在前進 告訴我 那真的非常孤獨 孤獨到 從來不敗胎不求錢的人 我這輩子第一次求錢 就為了開箱人魚轉移的事情 但是也因為創業者偏執的個性 即使我抽到的錢是不好的錢 我還是把它解讀成 我老爺只是叫我不要問太多 所以做就對了 我還是把它繼續做下去 因為 當然想要放進步啊 可是你會覺得 好像自己一點一點在前進的時候 好像就只差那麼一點點 就只差那麼一口氣 現在放了 那過去所有的不利不都排廢了 而這件事情明明是有意義的事情 明明是好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困難 不服輸 對 不服輸 中間我們也做了很多這種嘗試 從一開始我也到 還有一個豪士頭去幫忙跟工作過 去累積失誤的經驗 沿路之後的時候 每一間做筆記 然後量它的傳遍多少 量它的各種的尺寸 去做一堆的study 中間的過程 甚至因為我們找不到所有的資訊 我們自己來分享資訊 把所有我們遇到的法規 遇到的挫折 今天看了什麼方式 把它圖畫成什麼樣子 明天因為什麼樣的原因被打槍 甚至把過去整個失敗案件 分享到老公上 一方面是希望更多人了解這個產業 另外一方面 也是我們很清楚 自己手上沒有資源 所以我們要用更開放的方式 更開放的態度 連結更多更多的人 因為這是跟人相關的產業 這樣做有沒有用 一開始不會有用 可是那邊一個月 三個月 半年 一年都在做航天的事情呢 那時候慢慢的有一群人 一群同樣熱愛旅行的夥伴 他們發現 這家伙好像是來真的 所以當我們找到了北投內物件的時候 我們在網路上 類似像群眾物資的方式 我們有十一位股東 沒有一位是我認識的朋友 這些另外十個股東 都在網路上認識以後 把錢丟到一個陌生人的散戶 讓我們開始這個計畫 這些同樣喜歡旅行的床有伙伴 不然其中一位呢 還有現場 所有的教科書都沒有告訴你 這種多人複雜的股東 怎麼運作 每一個都告訴你說 這麼多一定會吵架 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的確 我們內部光光不成本很高 但也因為這樣 讓我們走出了這條路 你知道中間花了多久嗎 從我們開始想要做 到真的開門 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兩年多的時間做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相信它是有價值 有意義的 因為每天在過去這三年來 我們接觸了 來自四五十個國家 數萬名的旅客 對我們來說 他們可能只是一個過客 但對他們來講 今天的這樣的項目 這樣的旅程 或許是他們一輩子難忘的回憶 而我們有多幸運 能夠成為他們旅行回憶中的一部分 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而我們用自己的步調 並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多兩個其 或者多特別的去做 對我們來講 它就是我們對旅行 對一些精彩旅行 延續而已 這三年多來 我們也持續地 雖然走個別別撞撞 慢慢地我們走出我們自己的路 我們找到了更多的夥伴 在更多的地方 展開我們的足跡 我們用很踏實的方式 一點一點往前走 努力找到了 在理想跟現實 跟想念之間的平衡 所以你問我 破牆到底是什麼 我必須覺得破牆 是一個 你今天做了非常了不起的決定 做了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從此之後 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它是一段漫長的過程 破牆 它是取捨 是抉擇 它是相信 它更是承擔 因為 這是你的人生 因為沒有人可以告訴你 人生該怎麼走 因為人生只有一次 而今天分享的是我所做的抉擇 就跟旅行中處於那三個朋友 那三個我早已遺忘他們名字的朋友 所做的抉擇一樣 也跟今天所有的分享者表演者 他們也都做錯了他們的抉擇 而你呢 你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你會走出一段什麼樣的人生 我是途中建議社的創辦人 斯卡 我希望一直跟大家在今天相遇 也希望未來在路上 在途中有機會變成的相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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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s 說再見 謝謝 感谢观看